今天又出来接着办事了 那么今天有一个特别要命的事情 就是忘了戴口罩出来了 那么还好在车里边放了一个备用的口罩 希望今天办事能够一切顺利吧 这两天的话华沙好像也快要破千的样子了 确实非常的危险 而且我感觉外边的人好像也越来越多了 行吧希望一切顺利 终于办完了 前前后后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那么一如既往的 因为布兰人办事就是这么的慢 但是今天确实在外边排的时间不算太长 但是在里边等了很久 我可以放一个图片上来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边的话 你在疫情期间是必须要在外边排队的 即便你是有预约或者是VIP客户 那么最多是可以在室内排队 但是是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然后进去之后第一件事是先洗手 这段时间的话为什么要这么去拍 其实也是我考虑了很久 在家里边拍的话 其实我不是特别的喜欢 但是在外边拍的话 因为这段时间情况比较特殊 所以能拍的地方很少 而且出来也没有那么的安全 所以我就很短暂的去拍一个视频 以这样一个在车内拍为主 那么在室外拍为辅的这样一种方式 也希望大家能够亮点 这段时间确实是比较特殊 而且现在因为疫情的数量已经比较多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 波兰人在这边好像也已经是有点无所谓的样子了 那么后续的话 疫情的发展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重说一下吧 一种就是可能会更加严厉的进行管控 那么另一种还有一个可能就比较可怕了 那么就是这一块可能大家就所幸无所谓了 就完全的放开了 这种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也是比较担忧的 因为从今天出来的感觉来看 路上的人比以前多了 虽然说戴口罩的也多了 但是确实随着天气的回暖 大家好像在家里边憋不住了 好了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在波兰的朋友也注意安全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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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